Hello 大家好,我是卡格里大麦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PS News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大家幫幫忙 先讚好、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通知鈴鐺,一有新影片或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你們每一份支持力量都可以令我們的頻道做得更好 多謝大家 在日常生活中,大麦經常走路慢吞吞 曾幾何時,我也想過去學滾軸溜冰 希望可以穿著滾軸溜冰鞋走得更快 但是,大麦深知自己平衡力一般 所以就放棄了這個念頭 但是,機會來了飛雲 Shift Wobates 公司 發明了世界上最快的鞋 Moonwalkers 先說一說這間科技公司 這間公司最初是卡內基煤龍大學的分拆公司 而這款產品就是由Kickstarter的基金資助 Moonwalkers機械人鞋 入選了Times Magazine的2023年頂級發明 而這間公司的目標 就是要每一個人都可以以跑步的速度行走 穿了這雙鞋後,你可以正常走 就像在機場的自動扶梯上一樣 只是速度快很多 不僅在速度上 你使用這個Moonwalker的過程中 你所消耗的能量是不會超過你走路的能量的 所以你到達任何地方時 都不會氣喘喘和流汗 非常適合,連走路都懶的你 而Moonwalker的另一個厲害之處 就是用了一個自動適應人工智能動力系統 而這雙鞋可以支持到220磅的人體重 如果你體重超過這個重量 你仍然都可以用Moonwalkers 但就在某些情況下,性能就會略有下降 這雙鞋是會監測使用者的步態和速度 而且感知你想走得多快或多慢或急停 甚至還有一個叫防鎖死制動功能 這雙全世界最快的鞋 它只有一種尺碼 但幾乎可以配搭任何鞋 適合美國號男士7.5至13號碼 美國號女士9至13.5號碼的鞋 價錢大概就是1,914元加幣 即是1,399元美元 不知道這雙鞋能否吸引到你呢? 留言告訴我 多謝大家收聽收睇PSnews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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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